我疯狂舔了孝花999次 当然每一次都被她无情地给拒绝了 直到舔第一千次的时候我决定不舔 重生后孝花却哭着问我为什么 齐等闲 你能不能再舔我一次 生气的瑜伽心下午没去上课 请了假生气地回到了家中 老妈看见女儿一脸憋屈 还回来这么早也是一脸疑惑 欣欣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在学校里面受欺负了吗 跟妈妈说 妈妈帮你出气 谁敢欺负我呀 大家都知道我爸是市长 我不欺负他们就不错了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你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 快跟妈妈说 有事情别憋在心里面 妈你说 要是有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对你好 但是突然间他对别人好了 这正常吗 你说的人该不会是齐等闲吧 瑜伽心也是一脸震惊 自己还没说是谁呢居然就被猜中了 是啊 你怎么会知道的 除了他还会有谁 我看他从小到大都跟着你屁股 后面转听说你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号舔狗对不对 是啊 但是今天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整天都没有搭理我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吗 昨天他向我表白了999次我拒绝他了 然后我还说他花脏 难道是他生气了 欣欣啊不是妈妈说你 这种话你怎么都能说出口呢 妈妈从小怎么教育你的 做人要有礼貌人家一片好心你不要就不要 也不用说这么过分的话吧 这鸽水身上都受不了呀 不会吧 不过这种事情我以前经常做呀 他也没有生气呀 我还准备等他第一签字表白就答应他了 像你这样的做法内心再强大的人也会选择放弃 你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妈我要不要去跟他道个歉呀 万一他骂我怎么办 你去道歉他怎么会骂你呢 好了心心别想这么多了 马上就要高考了 别因为这些事情影响了你的学习 好了妈你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冉云雨出去之后 于嘉欣掏出了手机 难道真的是我太过分了七等闲同学才不理我的 不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道个歉 另一边放学后 七等闲和赵天象穿着学校发的信 校服正准备在菜市场买点菜去做顿好吃的 该买点什么好啊 对了天象你想吃点什么 我想吃青椒肉丝 包排骨汤 烤鸭 烤羊排 烤鸡腿 打住 还烤鸭烤羊排呢 你特么吃得完这么多吗 这不是你问我想吃什么吗 等闲瞬间无语了 此时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居然是于嘉欣打来的七等闲没有理会 居然是笑话于嘉欣给你打电话 这不可能吧 等闲你怎么不接他电话 我觉得没必要接吧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他了 我觉得大家都是同学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就算当不成男女朋友当朋友也是可以的 关系不用闹得太僵吧 还是算了吧 我现在和以后都不想跟这个人扯上关系了 说完就当着天象的面 把于嘉欣的电话拉入了黑名单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关机 不可能啊 刚才还能拨通啊 于嘉欣再次尝试又继续拨打三四次电话 依然都是显示电话有关机 不会吧 难不成 他把我给拉黑了 难道是觉得自己电话里面道歉不够成衣 不行 我得找个空跟等闲当面道个歉 等闲你小子够狠的呀 说不理他就真不理他了 真难忍 我狠吗 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前世因为于嘉欣遭受了多大的痛苦 远离他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好起来 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做饭吧 我都快饿死了 说完两人就提着买好了菜赶往回到七等闲家的路上